欢迎收听我们家的睡前故事音响版 我是小妹妈妈 今天是半神灵鹰丸的最后一集了 上一集有一位海座头 也就是一种大鲸鱼来访它变成了一个老爷爷的模样 这一位海座头 它是要修理什么乐器呢 半神灵鹰丸 妖怪满满的暑假 第四集 闻 广岛林子 图 九猫记 单译 苏义珍 小熊出版社发行 弯弯的眼睛啊 就像天上的月亮 宝宝 宝宝 我最爱的宝宝 有力强壮的笔棒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其实小五他们虽然知道 妖怪们的音乐器就要登场了 可是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什么是音乐器哦 这个音乐器到底要怎么样进行呢 转交完了人鱼的谢礼之后 海座头就顺便开始对小五他们说明了一下这个音乐器 音乐器的名称叫做 乐之音纪 音乐的乐 音乐的音啊 乐之音纪 举办乐之音纪的时候 水中组和陆上组的妖怪们会细分成 小妖怪组 想明组 太古组 这三个组的组员们之间先相互竞赛 最后呢是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 水中组跟陆上组的全员大决战 加起来总共就会有四个回合 由获胜次数比较多的组别 就会得到最后胜利 大决战可说是祭典的重头戏 也是最重要的一战 老夫是率领水中组的总指挥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 海座头说着 卸下了背上的枇杷 他的枇杷也是跟之前那些妖怪的一样啊 伤痕累累 怪不得他要来这么一趟 不过要麻烦你们一件事 枇杷修理完毕之后 能否送到海边来给我呢 有海的地方都可以 因为老夫就是海的一部分 你们可以在沙滩旁 将枇杷放进海里 我就会现身了 看来啊 海中生物们要来陆地一趟 真的是太辛苦了 没问题 小五他们呢 也是可以帮忙外送的 距离月之音纪只剩下四天了 这天晚上又有一位客人到来 它是神田的大狸猫 这一只大狸猫啊 它胖得没办法走进玄关了 小五和林英丸 只好请大狸猫 从情愿的走廊旁进来 我想请你们看看我的腹骨 腹骨就是把肚皮当成骨啊 小五和林英丸就仔细地 观察了一下大狸猫的肚子啊 这个肚子呢又大又圆的 肚子上咖啡色的毛还露出了光泽 挺好的啊 不过大狸猫叹了一口气 朝着自己的肚子敲了一拳 哎呦这个什么声音啊 这种好难听哦 以前啊我可是可以发出很有气势 又好听的咚咚声哦 没有想到现在的音色越来越差 能不能帮我修理 我是路上太鼓祖的指挥呢 假如我没有办法发出好听的声音 其他人就没有办法顺利地跟我合奏了 听到大狸猫这么说 奶奶就一脸为难了 她戳了一戳大狸猫的这个肥肚子以后说啊 你这个肚子里啊胖嘟嘟的一点弹性也没有 难怪会走音啊 啊怎么会这样 这阵子我为了让我的肚子更有弹力 这三个月来 我一直都吃双倍的食物了 吃太饱了吃太饱了 听到大狸猫那么说 奶奶就斩钉截铁地宣布了 你一定是吃了太多 高热量又油腻的东西了 对吧 你这整个肚子啊 就像装着满满的油 才会发布出好听的声音 你必须要开始减肥 什么 可是现在才开始减肥 一定会赶不上气点的啊 大狸猫抱头痛哭 那个 灵鹰丸啊有点犹豫 不过她最后还是开口了 她有意见哈 对大狸猫来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油太多了 对不对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不如就单独把油给抽出来 就好啦 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可不可行 听完 奶奶思考了一下 接着用力拍了拍灵鹰丸的肩膀说 就是这个 第二天一大早 奶奶和小五先到镇上 向认识的医生借注射器 也就是针筒啊 注射器 还有脚踏车的打气筒 小五还去买了一条粗水管 和坚固的绳子 这样一切就算是准备就绪了 等到夜晚来临 亲子奶奶对着按照约定前来的大狸猫 严肃地说 大狸猫 我们要帮你动手术 动手术 我不要 我不要 怕痛的大狸猫吓得转头就想逃 不过奶奶没有给它这个机会 抓住它 听到奶奶的指令 躲起来的小五和零鹰丸 拿着绳子就跳了出来 眼明手快地扑到了大狸猫身上 大狸猫瞬间被五花大绑 接着就被拖到改造成手术室的厨房里了 手术开始 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的奶奶下达命令 上麻醉 零鹰丸捧着一个大瓮进来 瓮里装着浓度非常高的烈酒 小五和零鹰丸负责为大狸猫喝酒 本来就喜欢喝酒的大狸猫 尽管脑袋里想着 不行不行 结果还是没出息的 就把那个酒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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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给喝了个精光 烈酒 烈酒立刻发挥了效用 大狸猫困得眼皮都垂下来了 眼见机不可失 奶奶快速拿起向医生借来的大注射器 扑斯一声 枕头插入大狸猫的肚脐 奶奶还将注射器的尾端紧密地接上了一根水管 水管的另外一头是连接着吸尘器的前端 而且还用风箱胶带把这些接缝都给固定好 开始吸 小五一鼓作气就把吸尘器的吸力开到最大 吸尘器发出了巨大的声响运作了起来 管子也起起伏伏 大狸猫肚子上的脂肪就这样从注射器的针头被吸了出来 随着脂肪被吸出 大狸猫的肚子渐渐凹了下去 将近十分钟之后 原本鼓鼓的肚子就已经完全变掉了 停 听到奶奶的命令 小五立刻关掉吸尘器的电源 大狸猫仿佛就像是一根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全身都瘫软了 看起来好可怜哦 可是手术还没有结束哦 现在还要让扁掉的肚子膨胀 奶奶拔出注射器 把打气筒的前端 插进了狸猫肚子的同一个地方 好 注入空气 小五和铃银丸 轮流用打气筒打气 把空气一点一点的灌进了大狸猫的肚子里 本来扁塌塌的肚子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 这一段期间 打出了注入空气的气嘴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把一片大OK崩 贴在了大狸猫的肚子眼上 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刚刚打进去的空气会露出来了 手术完毕 小朋友我们这个是故事啊 真的动手术可不是这样子的啊 你们也千万不能够对家里的狗狗猫猫做这样的实验啊 不行不行 这个是故事戏剧效果 好了 奶奶小五和铃银丸 现在就赶快把那个绳子给松开了啊 把大狸猫扶起身来 辛苦了 你熬过了痛苦的手术 你很努力哦 现在你的肚子感觉怎么样 我试试看哦 大狸猫敲起肚子 哇 声音听起来气势十足 哦 我真的是太棒了 复古的音色比之前的声音更好听 谢谢你们 靠这个复古 我们路上组 必定能拿下太古核战的优胜 大狸猫十分开心 它的蟹里是满满红豆馅的人行商 神田的大狸猫是最后一位客人 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妖怪们的踪影了 举办月之音记的满月之夜终于来临 这一晚 琴子奶奶 小武和林 一起坐在安静的院子里面乘凉 看星星 他们眺望着宛如一个大银盘一样的月亮 妖怪的祭典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真的好想要亲眼见识一下哦 是啊 我也想要看看自己修理好的乐器 是怎么样被演奏的呢 可惜 举办祭典的小岛 是只有妖怪才知道的秘密地点 我们普通人啊 根本是无法到达的 但就在三个人再度抬头望向月亮时 他们发现闪耀着荧光的月亮里 浮现了一颗像是一个赤一样的黑点 接着 那一个黑点越来越大 形状慢慢地从圆形 逐渐变成了四边形 终于 他们看清楚黑点的真面目 那是一条貌似平凡无奇的棉被 飞贴棉被咻的一声 降落在情子奶奶家的院子里 接着 一个小小的身影 从棉被上轻盈灵活地跳了下来 那是一只小妖怪 差不多有四十公分高 外表看起来有一点点像是水榻 手脚上还长着蒲哦 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圆斗粒 披着用稻草织成的缩衣 药怪向三个人走过去鞠躬行礼 抱歉这么晚太好各位 真是对不起 我叫做翩翩 两位是情子奶奶和小五 这位是半神灵鹰丸 没错吧 是的 没错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有事情禀告 恳请三位答应 今晚是月之鹰气的举办之夜 我们想邀请青子奶奶 小五和凌鹰丸 一同参与盛会 小五和凌鹰丸 轻轻的躺入 温暖的被窝 在我们家的水浅故事 慢慢听你诉说 爱哭的公主 半神灵鹰丸 妖怪满满的暑假这个故事 来自于小熊出版社 这也是日本故事大王 广岛林子的最新作品哦 我们是截取了这本书的 其中一个部分 来制作成音响版 说给小朋友们听 不过究竟 小五他们有没有去参加这个 月之鹰记 而今年 胜利的到底会是 陆上祖 还是水中族呢 这就要请小朋友们 透过阅读 自己来找答案咯 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还会为小朋友 录制哪些 好听又好看的故事呢 请持续锁定 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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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强壮的鼻棒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陪我在梦里飞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